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定不会看错 小刘 你看错 肯定看错 老丁 你说如果我们怀疑自己的上级领导有嫌疑 应该怎么办 你怎么突然想到问这个 我就是问问 我工作这么多年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不过按规定应该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 让他们来处理 我明白了 你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肯定是肖庆 你可得看准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 一定错不了 因为肖庆 长得特别像一个人 像谁啊 一名刑警 刑警 那会不会就是他呀 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 因为他半年前执行任务的时候 牺牲了 你确定张局偷偷地见过肖庆 我确定 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 我将会如实地把情况反映给读察部 让上级办程序来调查 那肖庆呢 如果连张局都能牵扯进来 那恐怕他会比我们之前猜测的要重要得多 就算跟张局没联系 也该抓他 他是目前古不知名案子的突破口 通缉肖庆 提高级别 跨大范围 是 进来 张局 我是读察部的李警官 根据刑侦医对刘春雨同志反映 我们怀疑您跟犯罪分子肖庆有关 希望您能跟我们回去核实一下情况 好 张志国知道 目的达到了 浪子将很快再次被通缉 这样他的身份 就不会引起陈东的任何怀疑了 走吧 刘春雨认是吗 知道 铁齐的手下 他是把我抓了 前段时间 他跟提起来说他看着你眼熟 我想咱们就应该利用这个眼熟 怎么利用 他看见我们两个人接触 就应该会向赌察部拘保我 这样一来 你会被再一次通缉 陈东也就不会怀疑你了 可是这个刘春雨 他敢举报你吗 要是你 你敢不敢 我敢 这丫头啊 表面上看挺尊重我的 但是 站在正义面前 他一定会选择正义 老丁 怎么样了 通缉令已经下发了 张局呢